在2013年的春晚,以下来说刘谦被他掌刮的事件 刘谦和钢琴王子李云迪在2013年2月12日春晚有一场很精彩的音乐魔术表演 当李云迪刚刚弹钢琴的时候,顺势向四周张望一眼 刘谦看到他的小动作后,说了一句,他说抓力巨集和黄力云有关 他说听到刘谦这样说,李云迪当时并没有来得切反应 刘谦更补充一句,我还没有抓董卿呢 其实这句话,我想同志应该听得明白 他这样说,抓力巨集? 接着又说我还没有抓董卿呢 这句话,当时李云迪和黄力云 黄力巨集之间一直有着断咒的传闻 很多网友都还在说他两个人巨集敌戀 虽然两个人曾经辟谣,但网友仍然经常起哄 原本只是大家私下吹水 但没有想到居然被刘谦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说出来 当时刘谦在央视当晚在舞台上说出来 多少十亿的人在看这个节目 你知道传放率可能其他外国那些 也有有线电视要给月费那些 在外国,比如美国那些 我有时候去亲戚的家人在外国住 或者自己以前去美国很多时候有线电视 都可以看到内地的电视 这么多人全球华人 你这个刘谦在央视晚会的舞台上说这句话 好了,据透露,当时刘谦刚刚表演完之后 王力宏就冲了进去春晚的后台 散了他两巴掌 王力巨集在这个举动就惊讶了在旁的董卿等人 连边上的董卿是上升的 很出名的,还有于谦都被吓得莫定口呆 看来王力巨集对于刘谦的气言 他在台上跟李云迪说他非常非常介意 而刘谦也意识到自己在话中说错了 即时向王力巨集道歉 但随后刘谦就按採访时表示这段话不是自己临场发挥的 而是导演组计的 即是说刘谦就说不是他自己去说的 是人们写稿叫他说的 在这里What should we learn 就是别人给你招皮 为什么呢 有时我上网的时候 我当然有很多 Well 刘谦是很错的 TD management 我这样说的 他现在说不是他自己冲口而出出来的 他说是个稿写给他 你看信哪样 他说是个导演组计的 这个对白 我还没读下去 但我告诉你有时是这样的 有些人就算在办公室也好 有些人可能给招皮试你的 例如好像我自己 有时我看网友有些留言 当然我知道哪些是铁粉 或者哪些人是喜欢的 他真的是听的 有些人扔个问题出来 他叫你不如说谁 他摆明是给招皮试我的 叫我 你说这个明星 你说这个事件 有些如果能说 我早就说了 大哥 有些真的很秘密 但我不敢说 说出来 我必死无疑 我不想我自己身无全私 大哥 有些我懂得看 一眼那些动机 你以为我真的留的吗 大哥 你以为我小孩子幼稚园吗 有些人哪些善良的动机 我看得出 有些哪些被招皮你善的 虽然就算他现在这样说 刘谦 他说别人 不是我自己即兴说的 我照个稿说的 他说 他说导演组设计 这样说 喂 如果你真是你办公室政治 就算你出来打工 人家叫你说 你问老板什么时候加工 今年有没有加工 今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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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个人跟你说 不如你问一下老板 待会开会 问一下他今年有没有加工 你也瘋了 他自己不问 什么叫职人 职人出口笨人出手 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他自己不敢做 我告诉你一件事是真的 这里我和你分享 话说有一年 大约两三年前 因为公司可能要改制度 改制度 有个同事 我小时候入公司的时候 他认识我的 但我刚刚入公司出来做事 我借一张八纸 他那时候认识我 我当然是昂疚 人家不懂得说不 别人问我借钱 我又不太知道清楚 也借给别人 好了 他印象中 知道我是一个昂疚人 隔了很多年之后 我已经升了老总 他已经升了老总 我一天在老总房 有几十个位 当我二十几个位置 我正在做事 然后他很热情地叫我 他说阿沙 挺好的 他说OK 他说我没有你的电话 你给我个电话 我说了电话给他 然后给他电话 他进去WhatsApp 他跟我说一件事 他说你知不知道公司最近没有改过制度 那我不说哪个制度 他说我们老总有一个group 二百多人已经爆了 WhatsApp不可以太多 too many people 然后他就说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提出的意见 在这个group 但是我提出的意见 很多人都不喜欢 不如这样 我将你加入那个group 你帮我说 我想是这样的意见 你帮我在那个group 我问你 他是不是真的觉得 我是有按钩到那个程度 任得去摆布 但是当时 因为我公司有很多不同国籍 但是当时坐在我对面 也有两个不同的香港老总 大家同一个国籍 你说加入那些老总group 他们有很多分国籍 那是香港人 那你只问我 为什么 我这么久没有见你 几年没有见你 跟你一向都不熟 没有交往 但是对面也有两个老总 但是对面那两个 都是巴巴臂臂 不要欺负那些 他以为我还是好像小妹那样 好欺负那一只 然后他叫我 他叫我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 不要 我自己不想 我都不想加入那些group 然后我继续做事 没有理会他 隔了之后 他就说 在老总房又碰到我 然后他跟我说这件事 他说 是啊 其实想你帮我进去 说些东西 其实我转了电话 我以后转了新电话 我才会告诉你 这样说 我就耍了他 但是我心想 喂 你自己不想说的东西 你已经得罪了别人 去告诉我 那你不想说的东西 难道我想说吗 难道我想让别人得罪别人 你都是白痴的 我心想 我不当众他都给他面子 对不对 所以我免得理他 有时出来做事 不用跟车太贴 出来互相尊重 就是说teamwork 你说 以前有一间公司 有每间公司的公司文化不同 因为我以前做事 你每一班机飞 你都不同人 你很难说心交 所以你做好那天的工作 怎么说 他不是白痴的 但是他以为我白痴 他是很公心计的人 但是他以为我好像几十年前 他认识我的时候 小妹刚刚出来做事 小妹又不懂说话 但是这么多年之后 经历过这么多事情 我还是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笨 可能他真的对我不太认识了 不过我有点害怕 因为现在很多人知道我在做YouTube 我不知道他没有听 大哥 继续说 所以你办公室政治 有时有些人 他自己不敢说 他叫你说 让你让老闆吵你 或者让客人吵你 不要以为 有时 我告诉你 始终你有利害冲突的话 做朋友是要小心一点的 现在这里 他说刘谦他说 他说 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即场发挥的 是导演给我的 导演给你 你读 你小心一点 你看完稿之后 你都不消化你读 那 没办法 要么他只懂得变魔术 人情世故 那些 工心计那些 不懂的 刘谦就把这个 锁 卸了给 演艺 导演组 但是央视的春晚 并没有接受这个 这个锁 并且在 发出这个微博 声称 刘谦是现场发挥 纯粹个人行为 回收版 春晚 已经删除这一段 这么说 刘谦 抵死了 怪不得他经过这件事之后 他几乎已经静下来 借了 你自己说这句说话 已经不对了 原来 他赖人家 说是导演叫他说 但是导演走出来说 不是我们叫他说的 其实按照计也是 因为你说其他小的节目 你说那些很普通的 那些普通单元剧 或者综艺节目 我就相信是玩成这样 你春晚 大哥 好严肃的 这么多人看 还有这么多嘉宾 女官 达官贵人 怎么会无端端在一个 这么尊重 庄严的节目上面 叫你玩这些对吧 我不相信 所以 刘谦是真心底吊的 他自己做了些事又不承认 接着就赖了别人 好了 他说虽然不知道 刘谦对央视双方 到底哪一个是说真话 但是知道刘谦被央视春晚放弃了 以后已经不能上春晚了 很少人再找他 没有job接纳 以前基本上每年都能够在春晚见到刘谦 但是隔了好几年都没有能够登上春晚舞台 那么观众也是因此逐渐将他遗忘的 所以这个What should we learn 就是出来社会做事 你看场合说话 如果你玩的话 真的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落一个钢琴王子的面 其实这个刘谦真是按钩的 所以他之后 到现在你看到他 可能已经很多人忘了他 但是对于王力巨集 他和刘谦 双方到底谁对谁错 网上有些人议论纷纷 然后有人认为刘谦为人幽默率真 看场合 然后有人表示 你门落了 有没有想到当事人有多尴尬 其实是 你怎么说 他这样说的话 不是在这些 你可能是央视 是不是 这么多人看着这个节目 有过亿的人 看着这个节目 你和他玩这些东西 人家好地地弹钢琴 你在那里野鱼他 同性恋的传闻 实在太不当了 借用网上一句话 当事人觉得好笑的 才叫好笑 显然刘谦 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对不对 接着央视的后台 王力宏 因为被疑狱和大陆 钢琴王子李云迪 有超平常的友谊关系 而掌刮刘谦 王力宏在11日 当时的微博上 首度回应 他问刘谦 有人打你吗 那个人真的和我生得好似吗 刘谦就开玩笑 反问王力宏 他说 被打到失忆了 连事件都忘记了了 怎么办 这些都不是太过下巴 他其实说话有骨 你听到他 刘谦说的说话 但是王力宏 这个人在美国长大的 当然是串 有人打你吗 那个样子和我好似的 他在美国长大 他占你 对不对 然后他家里这么有钱 他自己这么英俊 他怎么占你 对不对 然后这些拆鞋 就是 我周不时 我偶然在YouTube看到有些人欺善怕恶 如果那些 他自己聊事逗非 就踩人家 但是如果他收到一个有钱的律师信的话 那些人就会把水拆掉 这些人周不时都会见到 偶然都会见到 然后他自己套水了 然后刘谦在当年的中央电视台 这个春节联欢晚会 就搜到 OK 他说抓力宏 OK 抓力宏 他又重复说回这个 所以他就被人升了两巴 OK 事件就是这样 其实去到今时今日 刘谦已经在这个娱乐圈几乎消失 你们有没有听过刘谦 即使你本身这么有才华也好 因为一言兴邦 一言兴邦 一言振邦 一言丧邦 一言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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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说话 水能福周 亦能在周 所以大家说话真是看场合 所以我自己都是 很多人欣赏我够感言 你们 但是我自己说话 都是有个智慧在这里 先保护自己 如果你不想我的脚 在山边找回 我每天说奇案 不过幸好我认识八字 知道自己有九十多岁的名字 很长命的 放心 我会感言留言 不如有个技巧 OK 多谢 多谢 现在几点 现在1点 说这么久 好了 未给like 就先给like 多谢 多谢 我要剪一条片 你知道 如果我不剪片的话 会怎么样 你们铁粉 你们明白 我先看看现在如何 跟现场的朋友打招呼 好 好 OK HAPPY 高不高兴 你们 喜欢吗 喜欢我的 知道了 是的 时不时欢 怎么样 谁在这里 Anthony 给like 记得给like 是的 很多铁粉 谢谢你们 Cherstine 才说我很成熟 她也很丧 她觉得我还像以前的小女孩 任她怎么办 以前我出来工作 我真的好像一张八字 因为我父母也是很单纯 我们家人都很狠狠狠狠 但出来社会工作 当然是学习的 不是每天都在学习吗 这么多东西说 对不对 哈哈哈 对了 很开心 非常开心 好 但是我今早吃了两个面包 什么 九十多岁 我们也有衣服 这个JJ森 真的有九十多岁 我们也有衣服 OK 多谢 喜欢 Ocean OK 看看 喂 这么多位朋友 我见到很多新名 Lun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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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Rita Lo 我见过她的名字 多谢 Erika Jern 我见过 You told me something I didn't know OK 好 OK 这个Hole 有啊 她懂得变魔术 但是不懂得说话 好 OK 多谢 KING LUNHO 新朋友 非常好 多谢 Bella YY 又是谁 咦 有个Antonia Chen 多谢 夜晚和白天 也有 Saya Saya 当鸭姐留的 当鸭姐留的吗 Saya 醒目吧 大佬 出来社会做了这么多年 我自己不用经常撞板 我都有观察的嘛 大佬 我见到别人做狠狗事 自己还重度覆车吗 对吧 快点去喝奶茶 June Wong OK 多谢Lila Lila Choi 经常留言给我 好 多谢 Carmen YoYo OK 喜欢 OK Jenny Chan 多谢你的视频 超多了 好听 Jenny 你新朋友 记得 你们可不可以 帮我 每人最低限度 给1-3个 用WhatsApp Facebook 分享出去 我很感激 很感激 因为还差一点 这11万订阅 我选择10位 最 最多的人 和我一起吃饭 好吗 OK 免费 我请 我知道有些人不介意 自己付费 但问题是 如果我不是这样的方法 就没有了力量 如果你们喜欢留下严重 就不留言 因为我觉得 在粉丝中的典范 就是那些经常看完直播 都留言的人 是那些值得表扬的 因为你就算留下一个公仔 其实都是要 那个人有没有心 Facebook 分享 June Wong 多谢 这条这么正的料 又有相片 对 B the way 那张相片 我和你们说 这张相片 其实这张相片是很嘻嘻的 因为好像达明一派 但达明一派 都不是两个都是嘻嘻 还有他们两个都不是嘻嘻情 你说回达明一派 那我懷疑这张相片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摄影师 他拿个ID 是拿达明那两张相片 也是黑白的 Anyway 但是你看看 之后那张相片 是合成的 这张相片是合成的 这张相片是假的 我不得不和你们提一声 这张相片是假的 不要上当 刚才那张是合成的 是真的 好吗 看看 那张相片 这个就是 那时候李云迪的样子 不过 我可以证实 王力云那时候 Terry不是在我家 他和王力云在飞机上 和舒奇在一起 传绿拍拖 但是他很沽寒 王力云他平时穿得很casual 可能美国仔 你看看Kiana Reiss 平时不用拍戏的时候 其洛里维斯 都是很casual 我看一些报道 王力云他很环保 用了一个行李云十年 所以很有钱的人 不是乱花费的 所以你们听多些我 讲 谁是一百岁不死 OK 都有新闻 OK 那 怎么说 我希望多些朋友 我会早上11点 和夜晚的10点半 进行直播 中间可能会剪一些短片 希望继续去支持 现在我还没吃午饭 等我洗过面 我拆了牙 放心 冲了凉 但是我换衣服 我下去吃午饭 慢慢享受我的午饭 接着我会剪一些短片出来 好吗 然后你们支持支持 今晚10点半再次去冲上云烧 好吗 怕爆云烧 OK 好了 大家坐稳 我要做这个宣布 下机 各位乘客 欢迎来临纽约 为安全起见 请留位座位 并保持安全带 扣上 直到扣上安全带的灯号 昔灭位置 当但行礼贵时 请小心 以免里面物件跌下 请带齐所有的随身行礼 避免遗留在机上 我们很高兴为各校服务 希望很快就可以今晚 10点半和大家 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再次见面 各位乘客 再见 各位乘客 欢迎来到新义 欢迎来到新义 它是安全的要求 留在那里 请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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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点半 谢谢 记得留公仔 谢谢 好 享受 请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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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下